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项目的上限肯定涉及到一个文件是如何传到我们服务器上的 那么会有这么几种情况 第一种是使用如果说你的项目使用了Gate或者SVN等等这些版本的管理工具 那么比如说你使用了Gate 那么你就可以使用GateClone直接从你的仓库拿到你的服务器上来 而且我们的Linux服务器它默认的是安装Gate这个工具的 你看一下我们的服务器已经安装了Gate 当然那如果说你的项目没有使用这些Gate或者SVN这些版本工具 那么你需要使用一些FTP的工具去将你的服务器的 去将你的项目的文件上传到服务器 那么比如说BioFTP FailZilla等等这些文件上传的工具 那么还有一些呢 你可以去打包一个zip包 然后呢去网上做一个上传 那么我们这里呢给大家用一个wordpress来做一个例子 那么wordpress呢我们来看一下去它的官网去下载一个最新的版本 好我们看一下去它的官网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就有一个最新的4.7.4的版本 那我们可以右键 然后把这个列阶呢复制下来 然后用WGate获取一下 那我这里呢已经获取到了 好我们获取一下 好那么WGate呢它获取到的目录呢是一个当前的目录 也就说比如说我们在当前的目录下用WGate呢它会下载到这个地方 而我们NGX它的一个根目录是在-user-local-ngX里面的HTML里面 所以我们要进入到这个目录 那么进入到这个目录再去执行WGate命令 好我们粘一下这条命令 回车 那我们稍等一下 那么wordpress这个包呢也不是特别大 可能几秒钟就下载完了 好下载完这个包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就有一个wordpress的包 那我们现在来解一下ta-zxvf 来解压一下这个wordpress的包 好解压完了之后我们使用LL 就能看到在我们的根目录下呢就有一个wordpress的文件夹 那我们现在呢使用我们的ip来访问一下-wordpress 好回车 那么我们就能够看到一个wordpress的一个安装程序 那我们直接来开始安装 那么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数据库的名称 我们需要呢在我们的数据库里面去创建这样一个数据库 my circle-u root-p 好我们的密码是111 那我们现在来创建一个wordpress的数据库 好create database 然后wordpress 那么创建好这个数据库之后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呢 好数据库名是wordpress 那我们数据库用户名呢是一个root 我们的密码呢是一个111 然后数据库主机呢我们使用127.0.0.1 127.0.0.1 好然后呢表前缀还是wp 好我们提交一下 那么已经他告诉我们完成了安装的最重要的一步 也就是说我们的配置已经做好了 那么接下来继续安装 那么安装之后呢 这需要填一个站点的标题 我们就写我的站点 好 然后呢是一个用户名 我们写个admin 密码呢也同样写一个admin admin是一个raw密码 所以这个地方呢要确认使用raw密码 然后有个电子邮箱 我们随便写个123antqq.com 好继续往下走 然后安装wordpress 好到这里呢就告诉我们wordpress安装成功了 那我们直接登录来看一下 好登录 好大家能够看到的就是我们wordpress呢 现在已经安装成功了 也就是说我们的项目上线呢就已经完成了 好我们的课程呢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谢谢大家